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我是淳子 首先要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闻 台湾的总统参选人,国民党代表朱立伦就抵达了美国 展开了7日的访美行程 身兼国民党主席的朱立伦去到行程首站洛杉矶 他指此行事要让美方了解 国民党会在两岸关系扮演和平推动者的角色 并希望延续台美经贸和安全关系 朱立伦将于美国时间星期三的下午转到华盛顿进行访问 据了解,他会拜访白宫、国务院、国防部以及贸易署 就两岸政策、台美关系、东亚安全、区域经济等议题和美方使交换意见 外界有就预期,他也会向美方说明洗马会的相关事宜 朱立伦之后会转到纽约进行访问 以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举行闭门会议 行程的最后一站会到达九金山 美国西雅图就派人清洗了一道 积存了香口胶20年的墙壁 故人就利用了高压蒸汽喷枪 先将墙上的香口胶融化 然后再用铁产清走 当局估计墙上年有100万块的香口胶 预计要三天的时间才能完成清理工作 不少人来拍照进行留念 有民众表示香口胶墙虽然不符合卫生 但却是当地有历史性的将争 希望之后香口胶会重新的积存 香口胶墙位于一个剧院售票处的附近 上世纪90年代开始 有等待进入戏院的人 手将随手将香口胶是贴在墙上 之后香口胶越积越多 成为了当地的另类景点 法国巴黎气候峰会举行在即 当地有团体就发起了示威 抗议政府计划兴建新机场 在首都巴黎 多名示威者手持横标进行示威 要求政府撤回在西部城市南特市 交兴建新机场的计划 新机场选址在一处受保护的失地 所以受到环境组织的强烈反对 示威者其后游行至外长法比优斯 与多国代表举行气候变化峰会前 非正式预备会议的大楼外 为期三天的预备会议 为月底的峰会达成协议来进行铺路 法比优斯就表示 与会各方同意建立机制 每隔五年重新进行评估 各国实行减排承诺的情况 而另一方面 法国总统奥朗德就继续接见到访的多国领袖 为峰会做最后的准备 联合国气象变化大会 本月底在巴黎正式的召开 中国 美国和印度等 190多个国家以及组织代表将会出席 就遏止气候暖化的问题 寻求达成共识 世卫早前将加工肉制品 列为第一类的致癌物与吸烟等同 食物级卫生局局长高永文就表示 加工肉制品与吸烟影致癌症 并死亡的风险是相差很远 市民不需要停止使用加工肉制品 但少时为佳 在立法会会议上 议员叶国谦关注世卫有报道指出 是否适用于香港 以及当局有何相应的措施 高永文就响应表示 有科学证据指出加工肉制制品是致癌 按照国际癌症机构估计 每日使用50克的加工肉制品 患大肠癌的风险将会提高18% 根据外国一个独立学术研究机构的最新估计 全球每年约有3.4万宗的癌症死亡的病例 可能是进食了大量的加工肉制品导致 但全球每年因为吸烟造成的癌症死亡病例 则大约有100万宗 两者的风险是相差很远 政府有不同的措施来鼓励市民是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 多吃蔬菜少吃红肉以及加工食品 在北京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的局长苏景良 和香港旅游业议会跟国家旅游局就进行了开会 来商讨规划旅游业的对策 苏景良与旅游业的议会主席胡兆英 总干事董耀忠以及旅游事务的专员等等 由酒店出发到国家旅游局跟相关的官员进行会面 汇报早前有内地旅客在本港购物时怀疑被打死的事件 双方也会商讨合作打击零团费以及影子团友的对策 苏景良下午会到访中关村来参观知识产权贸易平台 晚上将会骑程返港 关注完了要闻 再来看一下香港的经济新闻 先来看一下港股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跌0.28% 暴在22,339点 国企指数跌0.68% 暴在10,245点 从盘面上看蓝筹股市跌多涨少 首先来关注涨浮榜方面 长市地产涨1.9%为表现最好的蓝筹股 华润啤酒涨1.6% 腾讯控股涨1.3% 电能实业涨1.2% 再来关注跌浮榜方面 康师傅控股跌3.1% 领跌蓝筹 中国石化跌2% 九龙仓跌1.7% 中海油跌1.6% 内地就公布了多项的经济数据 上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按年是上升了11个百分点 大致合乎市场预期 市场就估计上升10.9% 按月比较则上升0.83% 另外上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按年是增长5.6个百分点 略低于预期的上升5.8% 增速也是7个月以来的最低 按月增长0.46% 国家统计局的工业司高级统计师 就指出 10月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较9月回落0.1个百分点 首10个月增长6.1% 也较前三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反映传统产业深度调整 新产业快速发展的支持力仍然不足 未来工业经济仍然面临是下行的压力 内地首10个月的固定资产投资 按年上升10.2% 是合乎预期 护港通开通快一年 虽然累计使用额度仍然未过半 不过有内地股民认为 护港通加深了他们对港股的认识 有分析则指出 中港两地股市的关联性增强 是护港通的成果之一 护港通下周二开通一周年 截至周二 本上北上的护股通和南下的港股通 累计使用额度分别只有4成2以及3成6 仍然未过半数但过去一年港股的成交是明显的大增 平均每日成交较一年前增加400多亿元 有投资咨询公司指出 在过去一年寻求港股投资意见的客户人数 平均每月有两成的升幅 但护港通的参与程度就不高 可能与交易规则以及收费等限制有关 建议两地交易所可以有所调整 而分析师就预期 若股市展现新一轮的升市 相信护港通的额度将会有机会用完 呼吁当局放宽额度限制 港交所首三季的商品方面 总收入是达到了3.6亿元 按年是上升了37% 主要受惠于旗下伦敦金属交易所LME交易费 自1月起实施商业化 不过首三季的金属合约平均日均成交量 就按年减少3% 主要是受全球宏观经济环境的不利因素 以及商品价格整体的下行所影响 而未平仓的合约按年是增加了约1% 至于轮广通仍有待取的本港英国 以及欧盟监管批准才可以得到落实 首三季的LME Clear产生的总收益为5.92亿元 按年是大幅上升了27.1倍 但由于按结算收费下线缴费的交易减少 抵消了香港方面结算费用收入的部分增幅 港交所首三季透过护港通产生的收入 以及其他收益为1.65亿元 首三季以及主板以及创业版的股市 日成均的交易额为898亿港元 按年上升了69.1% 不过受全球以及内地经济前景不明朗 以及市场顾虑增加 令上季成交额按季有所放缓 而至于互股通日均成交则为70亿元 政府计划于强基金计划当中 引入预设投资策略 以解决收费高以及选择难的问题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副秘书长张国才就表示 预设投资策略的管理费上限为0.75% 并不算很低 认为随着规模效益的增加 有关的收费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 他指出或需要一至两年的时间来增加市场对预设投资策略的认受性 目前难以估计未来收费最终可下调至什么水平 但就强调服务提供商也要收取行政费 张国才就指出难以预设投资策略的回报 不过参考市场类似的投资计划 过去10年的回报介乎于3至4例 他就指出投资除了注意回报也要平衡风险 强调预设投资策略对于不懂做出投资选择的成员是有利的作用 关注完了所有的要闻 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5摄氏度左右 大致多云 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 今晚有一两阵的阵雨 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新闻速递 我们下期的节目再会